而花莲近年来最盛行的沙滩车活动 刺激又提供网美打卡拍照 不过却也屡次发生了破坏海岸风貌以及生态 甚至也引发了附近居民的反感 县议员杨华美16号直询时 就特别要求花莲县政府要妥善管理 而县政府观光处和县长许正卫表示 中央没有母法供地方依循 而目前则是每个月都会派员来加强巡查 盘点业者筹组协会要求自律 而违反者会依法来行政 并且也会向中央提出修法或者是制定法令 花莲境内盛行沙滩车活动 花莲县府公告活动范围北起秀林山和平溪口 南至花莲溪口沙滩约50公里海岸 禁止在湿地等保护区活动 花莲市以北为县府侠馆 花莲市以南由东海岸风景区管理处管辖 目前19家沙滩车业者集中秀林新城一带 又以三站西出海口最密集 多次引起民众反弹和影响生态问题 在16日宪议会第19届第7次定期大会 引起宪议员杨华美提出质疑 政府面对这些产业的发展 我相信极限运动带来的观光效应 是未来的趋势 那这个只是其中的可能才刚刚开始有一两项 但是未来可能会更多 那怎么样来管理这件事情 那怎么样 要我们一直在讲超前部署 所以听了这句话也很烦了 但是可能还是要请花莲县政府 真正的要开始思考这种 新兴极限运动带来的冲击 那我认为真的不可以等到刚刚提到的那些事件 就是重大事件之后我们才开始管理 比如说他如果说在沙滩这边 去对保安林做出了破坏 那这个林务局那边会有罚者 那如果说他的东西留在沙滩上 造成了公共的危险 或者说这个没有把它妥善的收支好 这个建设处会做出行政的处分 针对花莲系以北到县界北端 这个部分是由县府来管理 那花莲系以南 这是由东管处 针对他的辖区来做管理 那针对这个花莲系以北的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在这个三战溪的出口这边 我们有很多这个沙滩车的业者 那县府也与业者 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相公所 还有村里 以及这个土地的全管 林务局 以及我们的建设处 等等 我们都有做过多次的一个协调 那针对这些沙滩车的业者 他平常要做这个登记 以及这个保险这个部分呢 我们从四月开始 每个月我们都会派员去寻查 包括这个独木舟 以及沙滩车的业者 我们去看他是不是有按照我们的注意事项来执行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沙滩车的业者来组协会 那是希望说透过业者自己的这个自治的一个力量 以及跟公部门 以及跟村里之间的一些协调 可以比较完善去取得这个平衡点 那当然如果业者 他们有按照我们的注意事项 或者违反了相关的一个法令 我们会在这个联合机查的部分 我们会做出这个行政的处理 张志祥表示 观光局针对沙滩车产业 目前仅有注意事项规范层面 地方政府也只能预循规范业者 由于过去盘点SUP独木舟业者组组协会 自治规范成效不错 因此才会研译同样方式组沙滩车协会 让业者发展与生态保护取得平衡 并会向中央提议修法或制定法令 让地方有法依循 订定更确切的办法来规范业者 记者长邦远华联士报导